北京时间8月6日下午 巴黎奥运会女排四分之一决赛开打 中国女排经过敖战 最终2比3不敌土耳其女排 止步巴黎奥运会八强 五局比分为25比23 21比25 24比26 25比21 12比15 本场比赛 李盈获得25分 朱婷19分 龚翔宇18分 土耳其主攻手瓦尔加斯 砍下42分 首局比赛依靠王孟杰的多次关键防守 土耳其局点球发球直接出界 中国队25比23土耳其 大比分1比0暂时领先 第二局比赛 土耳其加强发球攻势 中国队开局落后 一直处于追分状态 土耳其的主力二传比赛中 突然无对抗受伤下场 中国女排在第二局 一度从落后7分追到只差1分 打停土耳其 但在暂停过后连续丢分 最终21比25输掉第二局 土耳其颁平比分 第三局前半局 中国仍难限制瓦尔加斯的强攻 在她和卡拉库尔特的发球轮遗传 也多次受挫 于中局9比15落后 后半局中国队将比分 迫近到18比19 圆星月篮网咬至22比23后 土耳其凭借瓦尔加斯的强攻 24比22拿下局点 圆星月快攻和探头两就局点 中国追成24平 瓦尔加斯和卡拉库尔特 强攻连下两分 中国24比26西败 大比分1比2落后 第四局中国女排强势反扑 相继以8比2 13比4 17比7的绝对优势战先 10比19落后的土耳其 在切贝茨奥格鲁的发球轮强势反扑 追至16比19 中国利用圆星月的快攻过轮 20比16领先 土耳其通过限制李盈盈的强攻 将分差缩小到2分 中国顶住对方反扑25比21获胜 大比分追成两平 第五局中国女排每分必争 吴梦杰中途换下朱婷 李盈盈多次强攻未果后 果断改变进攻策略 但对方主力瓦尔加斯多次强攻得分 中国女排最后没顶住压力 12比15落败 输掉决胜局 上届东京奥运会 中国女排无缘八强 土耳其女排闯进八强 创造对史奥运会最佳战绩 最终被韩国女排挡在四枪门外 本届奥运会 中国女排以较低的姿态出征 但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令人惊喜 中国女排在A组小组赛 三战全胜 既战胜为未免冠军美国女排 还赢下世锦赛冠军塞尔维亚女排 从死亡之组里 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 顺利晋级淘汰赛 请不吝点赛